オラ 是早上五點多 那我們待會兒就去機場 飛往舊金山 副總統賴清德順利出席完 巴拉圭總統就職典禮 準備前往舊金山前 獨家與三立政論節目 越洋連線 特別分享在巴拉圭總統就職典禮上 與各國特使團互動 賴清德把握機會和民主國家代表互動 透過對華交流展現臺灣自信 不過中國對臺溫攻舞后不斷 甚至外媒報導 中國將在賴清德行程結束後 進行軍演 賴清德強調 民主自由可貴 譴責中國透過軍事威權和在地協力者 試圖介入臺灣總統大選 而面對中國痛批 使麻煩製造者賴清德也在視訊談話中 重炮回擊 而完整節目內容 請鎖定三立電視 七點五十五分 完整節目 三選總報導